我們搭搭另一隻零售股 歐蘇丹973 這個是John來的 John Yung 他說29.3有貨 他說有沒有機會反彈上30元 這隻股我也是繼續看好的 之前我記得上來這裡 跟大家也有介紹過這隻 本身價格好地地 你還沒計算昨天來說 其實它的價格是遠遠跑贏的大市 你想想這一個多兩個星期 它虧下跌了那麼多 這隻股其實沒什麼跌的 昨天就因爲大家擔心歐洲疫情的惡化 令到它一回就回了7% 但就算你回7% 如果你比較它跟其他 一些很多消費股來説 它都仍然是偶化的 我剛剛在第一節也分析過 我自己對於現在你說歐洲疫情反彈的 所謂警覺性 不是說真的去到這麼悲觀 當然是要警覺 但不是說 這個疫情又再來第四波 好像很大問題一樣 那我相信歐蘇丹是一樣的 因為雖然你說英國現在的佔比 都還有接近兩成 但是其實比例 比前幾年已經是小了很多 再加上經過過去這一年的疫情的發展 歐蘇丹都不斷拓展去譬如內地的業務 或者去網上的銷售渠道 所以你說現時歐美疫情對它的影響 就已經是小了很多 再加上之前提過它一個新品牌的爆發 對它的業績都是有幫助 所以這隻股我覺得它就不應該說會跌得太多 如果你說真的那個位都拿了貨 我自己都覺得是可以先保持 即是有機會上回30元 即是回答回它的問題 沒錯 有機會上回30元 即是回答回它的問題